大家好,我是Elizabeth 我要告訴你,身為LAK Health Plan的會員 有些事情你必須知道的 你知道LAK的會員在看醫生時可以免費得到傳疫服務嗎? 看看下面的短片 我會告訴你取得傳疫服務的三項需支 第一,為什麼你需要專業的傳疫員 第二,你的權利和責任 第三,如何取得專業傳疫員的服務 這位是李女士,她曾經患過癌症 在下面她要和你分享在她經驗中 傳疫服務對於幫助她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 和如何照顧自己的重要性 第一次看病時,去到醫院 看到所有醫生都是說英文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和她們溝通 病又看不成,我們就很害怕 又和小孩回來再約下一次看病的時間 如果沒有專業傳疫員幫我翻譯 我就不能和醫生溝通 我就很擔心了 怕誤診,又不知道手術做得對不對 另外我又很怕 又很擔心不知道手術後要注意什麼事 例如吃藥,飲食,如何照顧自己 後來我很幸運 找到專業傳疫員幫我翻譯 就可以和醫生溝通了 所以使得我很有信心 就不再擔心了 這九年來,我的病情恢復得很好 看病時,有專業傳疫員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會找朋友或家人幫他們翻譯 但對病人本身和幫他們翻譯的親友來說 這些可能會出現一些困難 甚至有時候不安不自在的情況 讓我解釋給你聽 親友很多時候不認識所有醫藥的名詞 也沒有足夠醫藥的知識 病人可能會在親憑識友的面前 不太想說一些很私人 或者比較尷尬的情況給醫生聽 親友也可能為了顧及病人的感受 或者一些不安的情緒 會省略一些重要的資料 因此,病人可能就不能對自己 健康重要的內容有完全的了解 專業傳疫員在場的時候 就能進行完整正確的翻譯 他們具有醫療知識 而且會對話保密 他們了解自己的角色 而且不會透露你就診的時候 對話內容 LA Care提供免費傳疫服務 我們任用的專業傳疫員 是協助你了解自己的健康